你好,今天我想去讲天猫跟淘宝 最近马云回内地 然后把张勇从阿里巴巴主席由蔡重信去代替 然后张勇会赚注在云端里面 还有他讲他们现在要赚注淘宝 天猫暂时要放在一盘 为什么要他简单说 你要知道天猫的对象是什么 天猫的对象就是一些比较高的品牌 单价消费比较高的货品来的 服务的对象就是中产 然后淘宝的对象就是贴地的 然后价钱很低的一些基层的东西 为什么他要赚注基层的东西 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确实是不好 怎么不好 因为中美脱钩 因为很多厂房搬离中国 还有中国的房地产 价格下调 有一个负财富的效应 然后很多厂房搬离中国的时候 外贸小了 很多人出来是打劫的 打劫的时候令到他们的收入有影响 这个就是现在中产面临一个消费 准弱的一个情况 所以为什么他要现在要暂时要放弃 天猫这一遍 要攻淘宝 过去由于有其他平台 好像是淘宝 抖音 直播 跟 这一个叫拼多多的出现 他们藏了很多 机场的业务 令到他们 的收入有所减小 所以为什么 马云去讲 是不是要 现在要赚注入淘宝 过去 Tesla的马斯克到内地受访问的时候 他说怎么去救中国的经济 他讲了一句话 非常简单 就是 Where is Jack 就是马云在哪里 现在马云已经回去 他也看到问题在哪里 在一个净确的轨道里面 去 去 希望他能把阿里巴巴的增长 再带回一个 静当的轨迹里面 今天跟你讲的 天猫淘宝就到这里 有什么可以留言的 再见 拜拜